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3号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出席工作交流推进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以更加坚决果断彻底的行动把部署的任务落到实处 加快攻坚拔点有力阻断传播全力跑赢病毒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相关活动 23号上午召开的工作交流推进会上 上海市通报疫情防控形势工作组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建议 孙春兰与大家分析研判提出工作要求 下午孙春兰来到崇明区长兴镇检查大型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 要求企业严格执行闭环管理在抓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全力恢复生产 隔离房源紧缺是目前抗疫的最大瓶颈 在崇明区集中隔离点建设项目工地 工人们正抓紧建设装配式板房 孙春兰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情况 现场协调解决工程遇到的困难 要求在确保建设工地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想方设法加快建设进度 尽早投用运行 孙春兰还来到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 看望慰问安徽援护医疗队 勉励大家持续提升救治水平 精心护理好患者 尤其是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 让感染者早日转阴康复 让医院实现床等人的正向循环 孙春兰指出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各项目标任务十分明确 必须压实责任 坚决落实 让工作进度超过病毒传播速度 要扎实做好核酸筛查 提前公布筛查要求 有序引导居民接受采样检测 要坚决落实阳性感染者应收尽收 严格做到逢阳必转 日清日节 要细化落实拔钉子行动 拿出具体方案 一场所一方案 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 误求实效 要用足用好隔离方员 切实向管理药效益 促进疫情较轻接症尽快清零 推动疫情较重区域加速八点攻坚 要统筹管理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资源 提高床位利用率 不得拒收病人 按需加快方舱医院升级改造 各级都要把责任扛起来 党员干部要不畏艰难险阻 发扬拼搏精神 带领广大群众并肩作战攻坚克难 奋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